常常有同學在我的粉專 問我書要怎麼唸 筆記要怎麼做 所以今天就幫他準備這一箱 有鑒於呢 大家讀書方法都不一樣 所以今天呢 我會把大家分為幾種 根據你是什麼人 推薦你適合的獎勵 第一類人呢 可能是個臨時爆發角人 或是你所有筆記的功力沒有像我一樣 所以推薦給你 第一本 探靈版本 它是 明靈文教出的課堂筆記 第二本呢 頂甲出版的良師自然講義 這兩本的特點呢 就是它把所有的內容 在一頁最多兩頁就把它講完了 而且能用圖跟表去表達的 絕對不使用行列式的文字去描述 非常非常精簡就是 舊級的懶人包 和我在等專分享的筆記 概念是一個樣子 而且它的知識都是透過筆記化處理 什麼叫筆記化呢 就是層層的剝削剝削 不斷的殺殺殺殺到最後 最精煉的文字沒有任何一個容具 容字可以讓你節省很多的時間 第二個人就是你會開始做筆記了 所以你有筆記的實力喔 但是你的分數還是上不去 因為你的準確度不夠高嘛 刷重點的準確度要怎麼訓練 我推薦你這本 藍衣的學習標竿 它裡面呢在每一個重點後面啊 都有一篇叫做觀念掃描的單元 是針對前面的重點整理做即時的書題 也就是說你可以參考這個出版社 是怎麼樣對於前面的重點整理 抓題目出來寫 你可以透過這樣的練習 提升你對重點的敏銳度 而且我覺得它最棒的 除了這個觀念掃描之外 它的素養內容 它在每一篇的後面都有一篇學習專欄 是講一些科普的素養題 那跟其他的講義啊 有什麼不一樣 最大的特點就是 比如說超聲波博文登這篇 那看它的題目 它說這個APP是怎麼樣 它用的是APP 是現代很常用 人們生活中出來的東西 而不是舊版教科書裡面寫的內容 也就是它絕對不是什麼 披著素養題的硬式內容 這也是為什麼我給它高評價的原因 好第三種人呢 就是你學習的方式啊 是要從頭要有人帶 一步一步的循序漸進 那這樣的人呢 適合進度式的 所以我推薦給你 雙片的麻辣獎益 它最大的特點啊 就是實驗有詳細的步驟 有實驗目的 實驗經驗跟實驗結合 一條一條條列是非常的清楚 可以帶你一步步了解實驗 它的最大特點就是在 每一個重點後面都有試飛體的安排 我們知道平常出題就是 選擇填充計算三種嘛 那沒有不好 但是試飛體的動搖性往往被嚴重低估 試飛體在自然科學 對於釐清觀念有非常強大的幫助 我們隨便找一個來看 來 氮氣 不自然 不可燃 所以它是鈍氣 這種前面對後面錯的刁鑽出法 可以馬上就知道 你觀念到底懂不懂 而不是說四個選項挑一個 然後你猜對了 它就是非常直面的 非常直球對決 你觀念不懂就是做不對 教授的時候我會推薦同學 選擇題來 答案A 後面B、C租三個選項 我們看一下哪裡對哪裡錯 也就是說一題選擇題 其實就是做四個試飛題 所以為什麼試飛題這麼重要 但是有些同學並沒有接觸過這樣的教學方式 或是沒有想過這樣的學習方式 所以能夠透過這樣的方式去練習 去揣摩這樣的學習精神 我覺得在康萱這一點 做得非常棒 非常非常推薦 最後總結一下 今天講了三類人 四本講義 重複幫你複習一下 首先如果你時間不夠 或是你做筆記的功力也不太夠 或是你是個臨時抱口腳人 沒關係 有這兩本 來第一本是 明靈文教出版的課堂筆記 第二本是 頂甲出版的良師自然講義 都是漢靈版的 這兩本非常適合 實踐不夠的人 難易的學習標竿 適合的人呢 你會做筆記的 但是你的重點準確度不夠高 所以透過他的觀念掃描 跟他的優質的素養內容 我相信對於準確度的提升很有幫助 你需要從頭來龍去脈 講得清楚 就康萱出版了幫他講義 好 那他的實驗已經自備題 剛剛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如果你不在前面三種人的行列裡面 或是你不知道你是哪一種人 那你底下留言 會來粉專問我 那如果反應不錯 或是問人很多的話 我就會專門做一題 到底有怎麼樣的人 適合怎麼樣讀書方法 專門的內容 可以期待一下 最後還要強調一下 就是這次的講義的推薦 就是我個人私心推薦 並沒有說是什麼硬核推薦 就是他的指怎麼樣 什麼什麼 沒有那麼多 我只是希望能把好的內容送給你們 因為畢竟選講義 就像是選適合自己的衣服一樣 必須了解你個人的氣質 再搭配適合的衣服 這樣穿起來 還有味道 每個人答案不同 是很正常 所以如果你有什麼遺囑之憾 或者是說你寫過什麼樣的講義 你覺得很猛 一定要分享給我的 來 底下留言 推薦給我 想看看這些講義長什麼樣子 還是小哥 下次再見 再次提一張 好 你們 坐在一起 快點 都不成功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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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